国民党绝无可能换猴 也绝对不会卡猴 我再次强调 绝无可能换猴 也绝不可能卡猴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态度坚决 连说两次不可能换猴 因为传出挺过中常委私下串联 要在中常会提案换猴 但终究是雷声大于点小 今天的常会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并没有所谓任何的提案 那到底是不是有所谓的 什么样的运作我并不清楚 但是今天的常会确实非常的顺利 国民党内不看好侯友宜 不只有挺郭派 挺韩立伟郑立文 也不理会党继处分 呼吁党中央换上韩国瑜选总统 我是国民党征召出来的总统参选人 党员支持党征召的候选人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 更重要我们面对2024 是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郑立文委员他的这个发言 那我们就是等好机会的处理的程序来进行 国民党内态势分歧 侯友宜全代会前拼逆转 将一连举办三场造势大会 在台中新北与桃源 和兰茵首长同框拉台声势 新唐人雅的电视高镇伦林家维 刘思寅台湾台北报导 票 纪念 企图 品 你